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黑洞食堂 終於我們… 走音 終於我們不是在市區吃東西了 我們來到長洲 大大話說我兩三年沒有拍過長洲的影片 通常進來吃魚蛋那些東西 現在變了 來長洲不是吃這些東西 我帶大家吃一些新穎一點的東西 我都一年多兩年沒有進來長洲 所以要好好看看 變了 變了 長洲都變了 你的人都變了 你無緣無故攻擊我的人 我都變了 我們先去吃東西 船船第一間店要去就是這間試蛋 我完全沒有聽過 近一兩年越來越熱 基本上每個船船第一站都來這裡 因為這間餐廳是四點半 裏面的座數不是很多 我站在門口已經九個字 在這九個字裏面也有四五班客人 因為我等不到太久而離開 這麼厲害的東西 就是吃蛋類的東西 有多厲害呢 就真的要介紹一下 我們足足等了九個字 我們最後才進來 然後我們 它最出名的炸彈 我們吃不到 如果太次有機會 大家要試一下 是要試最招牌的炸彈 最出名的另外一個 就是一個黑松肉炒蛋 冷的薯餅 然後另外一個蝴蝶粉 還有一個奶油 它是不是很重的黑松露味 薯餅也有黑松露味 薯餅完全沒有碰上面 但這個黑松露味 炒蛋很滑 很滑 好像放牛奶下去炒 再加很多黑松露醬 再加上薯餅 是蛋蛋黑松露 如果喜歡吃黑松露 你一定會喜歡吃這個 蝴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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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計劃 吃到這一餐飯 吃一兩餐夠的 我覺得這間吃完 你都不會後悔的一間 Creme Belay很脆 看看做得出不出聲 有聲音 對 有聲音 好濃郁 燉蛋做得很好 焦糖做得很好 焦糖做得很好 焦糖很脆 蛋很濃郁 它不是稀的 Creme Belay 裡面有蘑菇 對 而且是比較稀 一點都不稀 甜品選擇不是很多 但是很出色 蛋味也很足夠 很滑 這間是 第一間是 下船第一間 我會很開心 不錯 因為滿分這間也有 九十一點二十 現在我們來到 每一個現在遊客 都一定會吃的一間 小店 叫做角落 就是門口 有一個像地鐵的 長洲 吸引很多不同 我們愛人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光顧 最經典的就是 這個角落卷 還有這個 妹妹娛樂 好吃 中間是夾著一些 實心一點的 芝士娛樂Creme 然後中間有一點 士多啤梨 我覺得很好 如果再好一點的話 蛋糕再軟熟一點 會很高分 很甜 重點是少女一定會很喜歡 另外這個就是 妹妹角落 這個 都要40元 一杯 娛樂味 偏重 裡面 有些 是否叫紫糯米 是嗎 是嗎 是我來的 哈哈 我吃到紫糯米 但我不確定 因為紫糯米 有些紫糯米碎 在裡面 整杯很香 很香 我來到 我會再回購 如果下次 我們去到長洲 走到海邊 一定會經過這間小食店 然後 我們去到藍色 我們經常都不會為意 那樣東西 但最近中間 橙色 新開了一間 叫做OXY 這間店 有沉皮咖啡 有手抓餅 有不同的東西 我帶大家進去看看 一進來這裡 它是佈置得很漂亮 全部都是一些植物 給大家打卡 或者去欣賞一些不同的植物 給大家欣賞一下 或者給大家拍照 全部都不能碰 它這間出名是咖啡 給大家買部咖啡 打卡 那樣東西 我點了它這個 Jubilee 嘗試一下 中間有個燒的棉花 所以你吃下去已經韌韌 但朱古力 沒有出色 那OK 正常 如果大家來打卡 我覺得可以 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來 很可愛 我們下一站來到這間 叫做 對 這間是出名吃 這個Pancake 現在的觀眾經常都說 看到它還沒介紹就不斷吃 代表很好吃 味道是怎樣的 因為它最招牌 就是這個牛油果的Pancake 你說少少吧 這麼多 牛油果去到這裡 留意一下 渣機那個是不能吃牛油果的 抱歉 我覺得它的Pancake 它跟我們平時吃的Pancake不同 它的感覺是像熱香餅 但我想說它做的時候 我們整個店裡聞起來 它是很香的 打滑 Hello 你好 果果可能還沒熟 還沒熟 還沒熟透 謝謝你 魚媽 魚媽 我是魚媽的兒子 我是魚媽的兒子 謝謝 沙拉醬 因為燒果 超香 它的味道是很香的 而且它的Pancake 真的很熱香餅 我喜歡 那個甜 應該真的比較好吃 OK 因為我不吃牛油果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美女才喜歡吃牛油果 是我的 我從來都不吃 可以 但是剛剛老闆就叫我 試一下這個 樽子醬的香蕉 很軟軟 它真的是熱香餅的 很軟 我喜歡吃 這個甜品吃到 你們會開心 喜歡 因為它的樽子醬 也不算很甜 熱香蕉 當然是精神發揮香蕉味 但是 它的皮 它真的有一點熱香餅 但不夠厚的熱香餅 但是我覺得很好 剛剛老闆就跟我說 你記住不要Diss我們 我記得好吃的東西 就不會Diss 好吃 不差 我會下次來 我會叫一些 未吃過的朋友 100分滿分 我這間有81.23 OK 你再吃 你再吃 有的 裡面還有的 不是啊 你吃完整個 究竟人家吃什麼 人家吃一口 所以你吃完整個 剛剛我說 不如我們點兩個 他就說 吃不完的 到最後自己點了一個 吃完整個 謝謝 下一站我們來到 這間叫做 犬茶 它是新開的一間 首搖店 然後它最有名 是喝一些 滋滋汪汪 就是奶蓋的東西 然後我剛剛喝下去 它那個奶蓋是很好喝 我想說它是 超厚 超綿密 但是 嗯 超濃郁的 它的滋滋味 是 它是有一種衝動 是我們現在很流行的 外賣奶蓋 想外賣回去 再加進去 是 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歡喝茶類的東西 我想喝水果茶 我喝完之後 哇 它的茶底很好吃 就是我平時的 連鎖店 喝水果茶 很甜 偏甜 很香茶味 我想說 因為我點的那個是 GC 不知道是什麼 GC 你那是 GC水蜜桃 是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它全部都打了一顆 它不是那些很蜜桃絲 那些味 真的是水蜜桃的味 超好喝的 芒果呢 除了芒果味之外 那個茶味 好出 也蠻好 我覺得這間店 大家經過可以買一杯 即是想喝杯手搖的話 你可以特地來一來這裡 還有這裡的店長 是那隻狗 挺有趣 我覺得 這間也蠻推薦 大家來試一下 還有 很少可以坐在這裡喝的手搖 你就可以 變相你走過長洲很累 和朋友坐在這裡滿了 這場內 還有一個甜品 可不可以穿乳酪堆 像一個水果杯 我覺得都可以 聖聖常常吃 一些水果 但是 如果大家想打卡 我覺得可以考慮 但是 純粹是乳酪和水果 我們下一站來到 芒衣小廚 這間店是新的 即是這兩個月有的 然後 之前我們吃芒果糯米池 一定是出了幾間 我想試一些新的 15元一隻 原來我兩年沒進去長洲 一升到15元 我投資芒果糯米池 比我投資股票 升到發發聲 過兩年來20元一隻 我就不吃了 最厚了15元 試試 都大隻 它是切一半的芒果 整塊包 試試 嗯 很精彩 哇 芒衣好濕 好多人 什麼 你先一口 芒衣老高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浸糖水 老實說 但是我想說 芒衣的皮很薄 我覺得可以 但我覺得芒果味 是沒得說的 因為芒果是一匹一匹 可能芒果味不夠香 但至少它的皮可以 我想每天都是這樣做 芒果不同 OK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新店 我覺得 上網找我特意找新店 開的 但大家來就千萬不要說芒衣好濕 謝謝 也不要說芒衣好濕 也不要說芒衣好濕 芒衣是 芒衣出來了 芒衣 芒衣有來 有人買了 希望芒衣會越來越多生意 我覺得OK 芒果味不夠香 但這東西它控制不到 賣光了 芒衣買光了 賣光了 賣光了 我的天 真的嗎 我打算買了芒衣好濕 芒衣好濕 芒衣好開心 我哄到芒衣好開心 走吧 下一站 我來到這間餃子冰室 我自己想說 我上網看它 我算是最吸引的一間 因為它有一個土匪雞翼的餃子 它有印第安的餃子 然後有鹹蛋 有隻烏鷹的嗎 還有鹹蛋黃餃子 很多不同的選擇 但因為它收8點 現在都7點多 所以我沒有選擇吃 我應該會再Encore 一個好吃 我就點了它另外有一個 這是沖爆牛肉餃 這是煎的 煎成很香 煎的外貌 都很口不差 煎的好像很順利 嘗試試 很多汁 好好喝 沖爆餃的蔥很香 吃起來真的很香 而且鍋器好像放了牙箱 那麵鍋鏟炒 這個皮很適合適中 這邊有很多汁 好像浸在餃子裡面,沖涼浸溫泉 很好吃 難怪妹妹說這間是每次來到長洲都會結尾的一間 令到我肚腓餃更加想吃 很好吃,很難忘這個 真的很好吃 這個滿分間有八十八點三四 真的不卡,我會再安靠 最後一站我們吃晚餐 長洲鐵漢 這間是今年二月事業新的 現在整個長洲很多都是新開的店 跟以前來真的完全不同 這間是吃串燒的 其實我們是給平安包的樣貌吸引來這裡 椒鹽蘇菇 這個菇很濕 還有這個餃子的皮很脆 甜美品很適合 很熱氣 說到熱氣來說 是不是以為有廣告呢 沒有,對不起 今天沒有廣告贊助 很香 還有很多汁 燒得很好 還有這個 這個是少女心事 少女 你肯定是少女? 我一定是百分之八 其實很多觀眾叫你減肥,你會不會減肥? 我在減肥 觀眾說你身體不能負荷 所以我正在努力 你會不會減肥 你會不會減肥 這是豚肉包著草莓 我們在赤柱吃過 試一下這個會不會比赤柱 但它比較大 會不會減肥 會不會減肥 小酸 不是很酸 所以令它不是二合為一 上次好吃是因為 這個少女心 比較內心酸 但不是太差 有趣的 傳笑 全部都沒見過 這是花生麻樹丸子 嗯 嗯 嗯 裡面還有花生的沙 嗯 麻醬麵 嘩好嚥 我加了一些連奶的甜 嗯 舌頭的高潮 喜歡吃花生醬的朋友 你會喜歡麻醬 是剛剛好 這就是我們吸引了 這間店的原因 就是因為 長洲平安包是 標籤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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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流心的餡 超好吃 嘩 它是起沙 你喜歡吃炸饅頭的朋友 你會喜歡吃 但它不夠炸饅頭的 很脆 但它流心的餡 奶黃很香 嗯 好吃 真的不錯 這間店 我想其他東西都應該是正常 可以形容做 但我剛剛 特地選這幾樣東西 我覺得很好 蜆也有少許酒味 少許 少許酒味 蒜也挺香 好吃 食物質素 很多觀眾都說 進來長洲一定會吃海鮮做晚餐 如果大家 不想吃海鮮做晚餐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你的店 我覺得都可以 所以100分滿分都有 86.34 OK 最後一集 我今天整個長洲VLOG 嘩 吃很多東西 我現在是飽到 一污都可以生了 嘔吐物 可以飛出來 超飽 然後我們去碼頭等船 但又想吃東西 有一間碗仔廁 每一次走 我都一定買一碗 好吃嗎 這間碗仔廁 我真的每一次都光顧 但不吃辣的人 千萬不要吃辣菜脯 辣菜脯是真辣的 所以我們都沒有加辣菜脯 對 我沒記憶 很好香的 對 那些麻油加起來 是OK的 對 而且它的材料 我都覺得足料 這麼久都是25元 我覺得算是這樣 我不是說它超好吃 但我每一次來都會 吃 回憶嗎 是啊 情義傑 總括來說 今集我覺得長洲Vlog 挺好看的 跟以前小時候 一定是吃魚蛋 吃其他最受歡迎的東西 又不同了 這年紀內 長洲不同了 拖了很多不同的新店 所以我覺得 今次可以告訴大家 我長洲現在有很多 很出名的小店 而我覺得 最後那幾站吃的小店 我都覺得很推薦大家吃 尤其是最後那兩站 我覺得很難忘 其他東西我都覺得很好 希望 你又說好飽飽到要吐 你不斷 查 究竟 你胃有多深啊 可以繼續的 我剛剛說 想吃腸粉 他以為我開玩笑 我們吃了10站 但他還可以拍這麼多東西 真是瘋了 希望大家喜歡看 我們今集的影片 喜歡要怎樣做 Like 還有comment 訂閱我 我旁邊有個鐘小鈴鐺 我出片就收到通知了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你不要再吃 你真的很肥 跟我一樣 其實我真的瘦了 好啦 多謝了 拜拜 拜拜